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Clio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夏日的成肩护肤 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跟大家分享 我成肩的护肤步骤啊,或者是护肤产品 上一次拍的时候 跟现在产品当中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完全用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呢,因为是夏天嘛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轻薄 上肤很舒服,很容易被吸收的产品 我觉得最近在我脸上效果还不错 我上脸以后让我整个皮肤的状态变得非常的饱满 所以我最近很满意我的成肩护肤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那今天成肩的洁面我用到是 Hourglass这个Igoliburium这款洁面 这个洁面在我自己的频道当中推荐了很多次 它洗在脸上那种香味 太好闻了,太好闻了 这个现在是我的第二罐嘛 我基本在秋冬的时候都会拿它来做一个晚间的洁面 但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早上成肩醒过来的时候 皮肤会比较油润一点 所以我就想要有一个稍微清洁能力强点的洁面 让我早上洗完脸以后整个皮肤是很干净的 它洗在脸上以后有那么一点点好像 那种是让皮肤变得非常明亮的感觉 就洗完脸以后感觉特别白,特别细腻皮肤 它洗完以后确实会有一点点那种紧绷感在了 所以大家赶紧护肤 洗完脸以后就是耍肤水 我最近一直在用Bell Laboratory 他们家这款人生水是他们家全新的一个产品 是一个水的质地,非常有流动性 大家看它玻璃瓶子好像是有起雾的感觉 因为这款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官方就说你最好是把它放在冰箱当中 然后在用之前这样轻轻地摇一下 然后里面会有这种起泡的效果 这款水呢它说是有好几种人生提取物提取出来的 并且还加有乳菌类的一些成分 里面还有维他命B5,零基,玻尿酸 那它出来以后是完全水壮的 你看,就完全水壮 然后上脸 它上脸闻起来会有一股酸奶的气味 就是很辣 就很那种好像实验室的感觉 还挺舒服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香味 上脸以后完完全全的水 但是上脸那一瞬间 你好像觉得会有一点点玻尿酸的那种滑滑的感觉 但很快就变成水消失了 你看,上脸以后整张脸就一下子被震顶了 这款水我觉得还蛮显著的一点 就是它能够瞬间让你泛红的地方 就是很快的消肿,消红 我觉得它效果还是挺神奇 虽然它说是一个人生水 感觉听起来好像是比较滋润啊 比较保养系列的一种水嘛 但是上褲以后 我觉得它更像那种调节皮肤的效果 就我最近用它一段时间 我觉得自己皮肤变得还挺稳定的 那接下来上完水以后 直接就是精华 精华我最近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产品 就是Light Road Skin 大家前段时间看我开箱的时候 有开到这个产品嘛 它是Haley Bieber自己出的一个护肤线 这款是他们家的一个多胎保湿精华 这个精华我大概用了它一个半月吧 别看它量这么这么的小 其实还蛮精用的 我基本上都是在早上用它嘛 晚上会用其他的一些产品 然后它挤出来是那种 你看,很像乳液凝胶的一个质地 非常的水润 你看,完全薄到不能再薄的一款精华了 上脸以后就是很容易推开 没有任何摩擦感的 用完它以后整张脸很舒服 不粘腻 你看,我手碰脸 也没有那种好像手指很粘住的感觉 但是光泽感巨漂亮 整个感觉皮肤好像是已经保养到极致了 我们快速的上一下眼精华 眼精华是La Peri的这个反重力眼精华 反重力精华不好一点 就是你看这边的乳液和这边的这个鱼籽酱油 就你看这两高度都不一样 就有时候用到最后就这边都空了 这边还很多 我眼霜的都会上那么一丢丢 然后轻轻的让它就这样子稍微的敷一下在脸上 然后把剩余的擦在眉间这个部位 可以上乳液 最近我用到一个非常惊艳人 很适合夏天的一款乳液 这个乳液我觉得它会成为混油豆豆鸡油皮 或者是混干皮的一个最爱 它是来自Verse的这个品牌 这款叫Dewpoint Moisturizing Gel 这款我当时买它的时候是完全抱着尝试一下的态度 它算是一个ins上面网红的一个产品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说它有多好用 我才入手的 结果一用确实是很好用 它挤出来你看 完全是胶的质地 质地非常轻薄水润 它可以把刚才Rode Skin的那款精华 它那种光泽感能够更加突出了 上完它以后整张脸你会觉得很好 很舒服很轻薄的在被保湿着 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它能够把Rode Skin的这款光泽感 推到一个极致吧 让整张脸看起来瞬间是非常饱满的一个状态 如果后续再上底妆的话 这绝对就是已经给皮肤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打底 都基本上不需要用妆前打底了 就这样皮肤的一个状态再去直接上底妆的话 完全完全OK 完全好看的 这里面它的成分挺简单的 就是一个绿茶和芦荟在里面 用在脸上非常的舒缓镇定 它没有任何的香味 所以用在脸上特别舒服 它到了夏天不可以缺少的就是防晒 Summer Fridays的这款防晒奶乳 这个防晒奶乳已经成为我最近的心头爱 不用它我觉得都不开心你知道吧 作为一个防晒霜的轻薄 以及这种你看流动性 我根本都没有挤它自己流出来的 就觉得非常棒 颜色啊什么的就用起来很舒心 然后我把它推在脸上 特别是在夏天了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做一下防晒 很多时候太阳的破坏性对我皮肤还是挺大的 上脸以后 你看整个脸的状态 上完这几个产品以后 如果不看鼻子的话 整个脸颊额头 然后又脸颊看起来 好像是不是已经上完粉底的感觉了 就皮肤已经细腻到这个程度 因为今天我要出门 顺便在定格门间跟搬家 就是快速的上一个妆 底妆是香提卡的这一款紫色的隔离 这款隔离就是在我不太想要画粉底的情况下 直接就这样上 效果非常好 遮瑕力啊什么来说 要看你当天的皮肤状态是怎么样 你皮肤那天要是状态非常好 没怎么瑕疵 那你这个粉底液出来就贼好看 那如果瑕疵比较多的话 那个粉底液就有待考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因为只是去出门取个东西嘛 所以很快回家 所以不想要画太厚的妆容 眉笔呢是Rglass的这一款 brow sculpting pencil 这个是比较粗的一款 我基本上时间很赶很赶的话 都会把这种非常容易去画的眉笔拿出来画 因为它很快就画完了 我自己平时眉毛就是比较浓密型的 就是这样随便勾勒一下 线条让它稍微加深一点就完全OK 然后它自己好画就很快 这边画完了 然后眼线 不用画的太多 就一点点 你看这么一点点就完全够 OK 眼线画完 然后上个腮红我们基本上就结束了 腮红 把腮红上在脸颊这一边 今天很喜欢脸上这层光泽感 所以我就不定妆了 就直接用这个腮红盖过 今天的妆容画完了 就这么简单 五分钟不到吧 大家拉近看 整个状态看上去 是不是就很年轻很好看 很有元气的那种 嘴唇我们就用这个Rare Beauty的Honesty 这个颜色上一点点 我会把它这个光泽感压掉 我觉得它这个光泽感 让整个妆容看起来有一点点厚 我喜欢这个嘴唇 就稍微自己 像自己本身的唇色这样子的效果 好了 整个妆容就是这样 准备出门了朋友们 在我走之前突然收到两个包裹 跟大家现场开个响 怎么这一期沉浸护肤拍着拍着 怎么有点像一期Vlog的感觉了呢 我在Essence下等几个产品 大家看一下 一件是一个T恤 我已经拆了 这个T恤是来自Gani他们家的 我很喜欢这个T恤 一件小白T 夏天穿非常适合 然后前面是这种海豚的设计 这个颜色呢我非常喜欢 上升以后我觉得它上升效果非常好 看起来很青春活力吧 我买的这件是中号medium 他们家的T恤 大家就是在small和medium当中完全可以 这样子出门我觉得还蛮简灵的这件T恤 另外一个产品是一对耳环 不算是一对吧 应该是一只耳环 是来自叫这个叔叔童这个牌子 这应该是国内的一个品牌吧 叔叔童他们家的包装还挺有意思的 是一个这样子黑色盒子 有点像开一些什么小礼盒的感觉 然后上面会有个蝴蝶结这样子 包装感觉是挺有feel的 旁边是叔叔童他们家logo和另外一个品牌 联名的一个款 这应该是联名款的一款手势吧 打开来是一个白色的袋子 布袋手感摸上去聚好 这款耳环它只有一个 我当时在网上看到的时候 觉得这个很有设计感 非常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镜头里看到 银色的手势 然后这一块呢是一个好像透明玻璃水晶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旁边下面这个扣的地方 就这个扣可以拿下来 然后它戴上去 由正面看是这样 侧面看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蛮有设计感的一款 就在镜头面前跟大家随便的试穿一下 以后肯定还会拿这个耳环 去搭其他的一些衣服 但我们就随便看一下先 上身以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很有心意 就这边耳朵 大家可以自己搭配一个hoop 或者是一个什么耳钉啊 或者是跟它稍微有一丢丢长度的银色耳环 这样搭配起来 或者珍珠耳环搭配起来 都会非常好看 因为它这里面有银色啊 有珍珠 所以自己自行去搭配这边的耳环 是很简单的 我觉得很好看 肯定跟我今天这身一步不搭了 大家就看一下参考一下 就这种风格 我觉得它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穿着打扮的倾向 而走出不同的风格吧 就如果大家穿一个黑的西装 搭配上这个耳钉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酷很帅的一个装扮 或者是大家穿一身什么小的礼服啊 小的小的黑色裙子啊 或者什么裙子的话 搭配这个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知性感在那里 另外一个包裹是胶下 我前段时间不是给大家推荐了 这个素颜神器吗 这款就是蓝色的墨镜 你看今天戴上这款蓝色墨镜 就是又不一样的感觉 我当时太喜欢这款镜框 然后在他们网站上又下单了另一个镜框 好像这个也是周杰伦周董的同款 这个镜框它本来的包装可是一个圆球的嘛 然后现在直接改成像这种钱包一样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有点设计感太好了 看它镜框的颜色 茶色的镜框 具好看 这个镜框有点不一样 在鼻托这里它的设计是这样子了 以前这个鼻托是直接凹进在这个镜框里面的 这是有点设计感上的差别 然后上脸 不一样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然后跟这个蓝色对比的话 是吧 两种不同的风格 完全不一样的style 就是这个会更加酷更加帅一点 这款它上脸以后是有那种 拽拽的拽解感 但是又有点温柔度在那里 因为它的颜色没有像蓝色那款那么冷亮嘛 它是比较暖系的 所以会让你觉得整个人是温暖的 但是又很有态度 我很喜欢这个 就还挺嫌年轻的 就好像他们家今年这个镜框的设计真的是绝了 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种尾素眼吧 就脸今天脸上眼睛什么妆容都没怎么太化的情况下 戴上这种墨镜出门 就好像看下你精致打扮过的感觉 不过呢这款蓝色墨镜真的是绝了 好多朋友跟我说 买了这个镜框以后 他们非常的喜欢 基本上就不怎么需要去打扮你就可以出门了 然后前段时间带着这个眼眶去见我前老板 他说挺好看的 今天妆容打扮挺好的 我就在想 我今天都没怎么化妆 姐妹们今天反场跟大家拍了这个开箱 我还挺惊艳的 收到这个镜框 我准备带着这个镜框现在出门了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击下面的爱你对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